你们买的香葱遇到过吊骰的情况没有 妈呀呀,这也太吓人了 吓得小心赶紧去超市买香葱 看看到底会不会吊骰 再拿一把蒜和香菜 还有我们平时吃的苹果和梨 打道回府,我们赶紧拿出香葱 这个是用来测试的,就不用清洗了 我们先用湿毛巾擦一下葱白部分 你们看,没有吊骰 那我们再擦一下葱叶部分 妈呀呀,你们快看 这个真的擦出颜色了,太吓人了 那赶紧看看香菜,还好还好,没有吊骰 再赶紧看看大蒜,这个也没吊骰 再看看我们平时吃的最多的苹果 还好没颜色 再看看梨子,皮都擦破了,也没吊骰 再拿出家里吃的绿色蔬菜 看看存不存在吊骰问题 你们看,除了香葱,其他的都没擦出颜色 连辣椒也是正常的 那香葱吊骰到底能吃吗 我们下期见